第三七体,附图为成桩水的密闭容器,两边活塞的面积分别为5平方公分与20平方公分,若在左边小活塞上施力40公斤重的力,则右边大活塞可撑起多少公斤重的物体,我们晓得这是用所谓的帕斯卡原理,帕斯卡原理就是说我们小活塞的压力会等于大活塞的压力,而这压力的计算方法就是P等于F除以A, 所以小活塞这边的F是40公斤重,面积是5平方公分,等于大活塞这边的力量不知道,它的面积是20平方公分,所以X就等于5分之40,乘以20,这个就是8,也就是160,所以第三七体问我们说,则右边大活塞可撑起多少公斤重的物体,我们答案选的是A160